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会等等历任总统也曾经登门造访 当初老板娘吴景霞从小摊贩起家 76个年头过去了 如今是由第三代吴建豪接手经营 但是市场总有残酷兴衰 他们面临过接班危机 被客人退菜过 不过带着一股冲劲跟不放弃的精神 老店终于顺利挺过风暴 厨房里正上演着一场吸睛火焰秀 台南的经典美味炒扇鱼 讲究的是高温与快炒的速度 如何过于不及 嘟嘟啊后成了主厨的最大考验 炒扇鱼是很需要火火跟技术 一刀炒过火它就烂了 雄青的扇鱼每天早上直送店内 肉质才会富有弹性 本身扇鱼的肚子要好 基本上我们看肉的颜色 跟它肉的厚度 老店第三代掌门人吴建豪 手脸跨下三刀 坚持切块不切丝 让韬客每一口都是满足 天中带酸 而且本身肉质一定要厚 扇鱼的肉质一定要厚 而且要切大块 它才是正规的 其他的地方扇鱼不会切那么大块 它就是切得够大 让你整口就很满足 很幸福的感觉 幸福满满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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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好吃啦 让韬客念念不忘的 还有经典老台菜红群米糕 过去在艳客流水席上 只要端出这道菜 必定让主人超有面子 保满保湿它成熟度够 一般我们去菜市场买的螃蟹 也许看起来都是这样一只 可是剥起来 它里面蛋黄只有一半了 如果厂商是种这么来的 我们都会推货 推货 对 因为客人会觉得 你今天螃蟹不漂亮啊 每一只红群都瓦跳跳 带着满满蟹黄跟蟹膏 对吴建豪的母亲曹淑华而言 正殿招牌菜任何细节可都不能马虎 还亲自都军指导 不过红群必须要活体处理 当初可苦了吴建豪 一定会被夹的 只是夹多夹少而已 而且也会被切到 你看像我这个 我这个就曾经有切到 还封了四斟 我真的说没有切到 手就不会吃筛了 应该我不会用螃蟹 应该是螃蟹要泡的 螃蟹杀手 你不要啦 原来它的蟹肉很新鲜 因为其实新鲜的蟹肉 它其实一剥开那个壳 它其实是可以马上抽离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 其实螃蟹是非常新鲜的 然后而且它的米饭 其实都有入味 我是从老店那边 从那边吃到这边过来的 吃了二十几年 从年轻吃到老 好吃 很好吃 这日本有卖米糕吗 没有没有 日本没有 没有没有 这样的料理没有 所以你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 很多的海鲜的味道的感觉 很好吃 传承三代的台菜老店 不只在老台南人心中 占有一席之地 连日本人都暗途所记 慕名而来 甚至不少政商名流 都曾是坐上宾 包括蒋经国 李登辉 以及大导演李安 老店曾经走过最辉煌的年代 不过一开始他们确是从路边摊起家 第一代陶吉尼吴锦霞 也就是吴建豪的姑婆 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在庙口摆摊 卖的是台南常见的在地料理 历经两度搬迁 直到民国72年才落脚在现金的店纸 靠着一家店 吴锦霞养活全家十个兄弟姐妹 付出一辈子的青春 忙到没时间谈恋爱 结果终生未婚 这也埋下了老店传承的危机 那时候是因为生意不好 所以长辈才能生退役 就是想让我们来接 我也没有出房经验 那先生也没有学这一块 其实长辈那时候 其实也不看好我们能做得起来 因为他们会觉得 我做了一辈子的生意 你们又没有出房经验 你们懂事 有先讲 就是让我们做三年看看 如果做不好 他们要收起来做活物馆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 担心害怕的心情来承接 做了十年的外场 曹淑华连厨房里的锅铲 都没碰过 家族当中还有人嘲讽 等着看笑话 让曹淑华压力更大了 心酸只能往肚里吞 其实还是很担心 真的是半夜会哭 每天都要还得 明天生意好不好 中午客人进来的时候 开始用餐 我还要进去厨房 拿菜刀 切人盘 其实一开始我完全都是 没有食物的经验 只有看的经验 可是我每天都过得很紧张 一开始拿菜刀还会抖 随着现代人注重养生 老店的口味依然挡量 没有做出调整 加上装潢也没有重新整修 各种细节 渐渐跟不上时代 流失了顾客的心 让曹淑华的生意 一度是一落千丈 但更大的乱流 竟然还在后头 第二代大厨突然闪电离职 曹淑华这时候赶紧找儿子 不见好回来接掌厨房 尽管儿子是餐饮大学毕业 但缺乏实战经验 餐厅里每一道台菜 他都没亲手做过 无法掌握配方 做法 常常遭到客人退彩 最常被退的就是炒菜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老一辈没有配方的概念 我们那个扇鱼的汁是 两种醋加一个酱油 再加米酒跟糖去调配的 以前老一辈是用这样子 这样加的 我怎么知道加多少 到现在是我有一个配方表 我就是照这个这样子出 就在里面煮 再煮两年 站在炉子前面 刚开始我不让其他人炒的原因 是因为我要把它摸到熟透 熟到我眼睛闭着都可以炒菜 他刚回来街的时候 也因为煮的不好吃 当客人退菜 他自己也哭 我也很急 如果每天都睡不好 其实他的辛苦 是比妈妈的辛苦 没有差很多 而且又那么年轻 所以这感觉 做妈妈的心里是很心疼的 吴建豪从零开始 花了两年时间在厨房钻研 终于还原了老台菜的口味与品质 并建立起一套配方表 再也不必担心师傅会临时烙跑 老客人也一一回笼了 但有一样美味 却无法百分之百复制 那就是烤乌鱼子 在老店门口升起炉火 乌鱼子以炭烤的方式 让表面瞬间交相似异 从第一代延续至今的传统 始终不变 这一把火也象征着 新火相传 小时候是阿公在烤 然后再来才换我爸在烤 然后再来才换我在烤 然后现在换我弟在烤 没有被烫伤过吗 一定会的啊 就算没有在这里被烫伤 在厨房会被烫伤 每年乌鱼记 吴家人必须一次采购 一整年的份量 才不会担心无货可卖 一口气就得砸下三四百万 光是吴建豪手上这小小一块 就要价七百元左右 口外自己会觉得难过 因为这东西很贵 然后又不能卖人 那怎么办要怎么处理 要自己想办法 从小做生意长大的 你看到这种东西 你就觉得说 因为其实每分钱都很难赚 你只要浪费了这个钱 等于是像钱投到水沟里面去 刚开始在拿夾自己不知道怎么拿 夾物质不知道怎么夾 夾一夾一套 然后就整体掉下去了 大概也烤了 换两个月才有办法 每一个都烤到自己觉得还可以 烤过的乌鱼籽 直接切片摆盘就能端上桌 但曹薯爬仍会啤香 做最后把关 因为其实乌鱼籽 如果它是野生或是养殖的 还是闻得出不一样 对 有差 在价钱上其实我在进货 都不跟厂商杀价的 我都会要求一点 你要用最好的来 人家比较不疼我的东西 不像阿姑那天在用的东西 拼起卸手 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接电的初衷 悬涌野生的乌鱼籽 价格贵了五成 成本却自行吸收 处处细节都显现出曹淑华的代客之道 吃完之后你会口齿流香 然后它就是有海味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乌鱼籽的口感 很Q软 然后就是很弹雅 非常的好吃 传承三代 味道始终如一的 还包括手工猪肝卷 在以前的农村社会 要很简单吃一个猪肝 并不是平常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这种东西很被公 我们也不会做 所以我们要找这种记忆 一定要到这种地方的 在它的摩衣吃下去之后 猪肝的味道就在嘴巴散开了 就是可以吃到猪肝的原味 然后我比较不常吃猪肝 就觉得很好吃 走进厨房包一卷猪肝卷 不用30秒 姿势驾轻就熟 他是店内最资深的员工阿叶桑 从国中毕业后 阿叶桑就开始在老店上班 待了将近50年 同时也见证了三代兴衰起伏 这座猪肝卷的功夫 可是第一代掏给你 吴景霞的真传手艺 因为从阿霞姐到现在 包括在外面都没有改变 我来的时候他28岁 漂亮 他对人很好 我都会啊 什么都会 只有没有去炒菜而已 都在家里这么烹 我就没有回去的 你没有回去过去过年 我只能切回去而已 你才有做到烤吗 有啊 当然有时候情绪 有比较低潮的时候 真的很累 当年跟着老家娘一起打拼 对老店的感情更加密不可分 这不错 吸引顾客的不只是这份执着 还有处处充满惊奇的老台菜 二十两种的鹰鸽鱼 在油锅里炸得金黄酥脆 另一头锅子炒的是蔬菜羹 以乌醋 白糖 香油来调味 最后淋在炸鱼上就大功告成 这是古早味的版特材 古鱼鱼 另外号称是全台军屋仅有的 还有这一碗花跳汤 活蹦乱跳的弹突鱼 直接下锅煮汤 入口就能感受到一股清澈甘甜 高品味不一定高效味 只要对了味价格就无所谓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带我来吃了 只有在这边吃 其实才找到我小时候的味道 靠着一道又一道的美味佳肴 七年级生吴建豪 不但稳住了老店的生意 还在百货公司内开了第二家本店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 反而更谦卑接受顾客的指教 那些老客人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 我们是要感谢他 因为他愿意退表示 他知道原本味道是什么 然后他也愿意告诉我们 第一年是最幸福的 其实我说实话 我并不会把每一次的挫折 当过一个挫折来面对 所以我才会帮他成到现在 有生意我就会想办法 或是没有生意我就会想办法 我觉得人生不能回走 那我不能再接受看到那个时候状况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想办法 一直改变 他都走到今天就一直走下去了 其实我也常常告诉自己就是说 困难的环境就是在训练自己 我们只要走得过来 以后再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承受 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学习 我要把它改变得做得更好 因为改变才有转机 如今全家一起新手 曹淑华带着两个儿子 将老店招牌持续注入新生命 很多台南人喜欢把牛肉汤当做早餐 但在台南运河旁 有一家经营23年的小店 牛肉汤是从早一路卖到宵夜 每天一夜21个小时 外地游客也常常慕名而来 而老板蔡文章 过去是个陶海人 跟大海搏斗二三十年 直到民国82年冬天的夜里 船舱突然冒出大火 一发不可收拾 一群人只好忍痛弃船 抱着浮沫跳海 蔡文章与死神擦身而过 幸运地被救起 而这一把火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来 端汤来 五桌来 牛肉切片淋上热汤 现在的温体牛才往生不到三小时 已经送达台南安亭 这家老店的砧板上 就是要把握口感最佳的黄金时刻 如果你很久没来吃 你会非常的回味这个味道 你会觉得一喝下去 会从嘴巴散到鼻腔 然后你吃它的肉 就会觉得很好吃 因为它的肉就是 非常的新鲜的牛肉 我今天翘班 翘班来吃牛肉 我第一次来喝 你第一次喝的感觉怎么样 就很少喝到整碗 就是 对 就是太好喝了 尽管天空不作美 大家仍不为风雨撑着伞 就是为了喝上一碗牛肉汤 卖出口碑人潮越聚越多 主力战场竟然还从早餐延伸到宵夜 每天营业21个小时 在老饕口中还有所谓的隐藏版菜单 这种叫做花的肉 这种都是隐藏菜单 就是这种东西 这没有在菜单上面的 没有在菜单上面 所以你要知道才会点 它只有油花 咬起来比较不支不支 对 对 他们进货的9点半 11点半 新鲜的肉会从这边进来 就是刚才好 那个肉还会冻 这就是牛肉汤 就是你说那个隐藏版的 对 它是有油花的 你看这个肉还有很光泽 你看 很软很有光泽 如果像早餐的肉到现在的话 已经鸡鸡了 因为已经氧化了 对... 现在这个肉刚到 这个肉最好 为了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牛肉 一天进货时间就有四五次 而老板蔡文章 担心老饕只喝汤没有饱足感 还免费送上牛肉燥饭 扁汤送饭现在就感情了 那个猪肉燥的肥肉比较多 客人接受度都是喜欢牛肉燥 因为它比较特别 因为别的地方吃不到 它牛肉燥很好 真的很好 而且它不会很多 我之前每次来台湾那一定要吃 为什么 你觉得 因为超好吃的 牛肉很嫩 然后汤很鲜 然后它的那个牛肉肉燥饭很好吃 68岁的蔡文章 把牛肉汤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但开店23年来却不是一帆丰盛 也曾经因为汤头口味太清淡 遭到客人嫌弃 我来吃的时候汤就比较薄 我一直就知道了 我意思是说 我们的料放得不够 客人在跟我们说 人家在说的中间 我们的缺点就在哪里 我们自己要去拿捏 再去做 面对批评 并没有让蔡文章感到气馁 反而是越挫越勇 光是汤头前前后后就调整了八年 才达到他心目中的标准 龟毛个性可见一斑 这汤你要煮多少 差不多四五个小时 才能拿出去卖 对 它那个味道才会完全释放出去 你这样瓦斯不就要一直开整 对 一直开整都没有停过 走进厨房 六个锅子火力全开 靠时间释放牛大骨 与牛腩的精华 蔡文章甚至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配方 像这个有老姜 还有那个洋葱 还有那个甘蔗 为什么不用嫩姜 老姜才有味道 嫩姜没有味道 各式蔬果以及辛香料陆续下锅 还得放入特制中药包去除牛腥味 汤比肉贵啊 真的假的 对 汤比肉贵 因为它光是那个瓦斯都没有停过 整天都在 你有算过你这锅的成本瓦斯吗 这锅起码要比较轻好 不习下重本 只为了留住饕客的胃 不只大人爱喝 连小朋友也很试货 好不好喝 好 你喝几碗 五碗 那它好喝吗 好喝 好喝 一赞 两个赞 三个赞 三个赞 很难想象发挥料理常才的蔡文章 年轻时竟然是与海搏斗的海上男儿 刀下宰杀的是鱼不是牛 甚至和朋友合伙三百多万买了船 在当年等同两栋透天错的价值 不过民国82年冬天的夜里 却因为海上一把火 人身顿时急转弯 几乎烧掉了他曾拥有的一切 到了一两点钟那个时候 忽然间那个机舱冒火 那个瓦斯也在爆炸 因为船上有两只瓦斯桶 然后下去拿那个面火器去打 没办法 因为机舱四面都是那个油桶 都是专满的油桶 这边打面 这边就来 又一边打面就没来 已经烧到甲板 整条船差不多几乎要沉没了 到了最后只好放弃 不要弃船 跳到海底去 穿着单薄的救生衣 一行人在海上漂流近三个小时 黑夜当中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眼见离船越来越远 存活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 当时天还没亮 在半夜天还没亮 所以说当时我跟他说 大家不要分散 大家拎在一起 让他漂流没关系 至少我们还在一起 你如果分散的话 就算人家要来救 你也看不到 求生意志相当坚定的蔡文章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幸好当时有船就在附近 看见熊熊火光便及时而来 把蔡文章从鬼门关前救回来 当时就是没有想什么 生命捡回来就好 当时没有想说船烧了一些积蓄都没有 都没有想那么多 甚至有朋友来救我们前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庆幸说还好 我们还能活着回来 事过境迁面对这一片最熟悉的海 蔡文章心中已经释怀 有一种心态说既然海没能够 现在准备烧了之后 很感觉现在大陆没人 没人来买无法尝试一下 而当年的救命恩人也不再补鱼了 选择在安平港边卖起螃蟹粥 救命恩人林锡林对于当年的生死交官 其实还是记忆有心 两人捕鱼的时候 如今不约而同都拿起了锅铲 面对同样的货却是不同的心情 菜炒那个走到43号这样 起锅起来才会好吃 牛肉鲜肉你不要卡太久了 它会老掉 刚刚差不多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鲜嫩的青菜炒牛肉一盘接着一盘 只要进到店内蔡文章的手就没停过 看老爸做得这么辛苦 儿子蔡智福不忍心 因此去工程师工作 跟着聊下去接下第二棒 他搬两天 他搬两科技业的三班 他回来就说爸爸 我搬两天想要搬两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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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搬两天做得很好 薪水也不错 还想要搬两个车 他就早说我们年纪也搬 他如果没回来吃 他就给你两个地方 就后继五人 后继五人比这爱放开 凭着台湾牛精神 蔡文章节后余生 带着无畏勇气 终于熬出一片天 也是给下一代的最佳身教 牛肉炒饭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打铁这个行业 如今被认为是西洋产业 不过有一对兄弟 他们还是秉持传统功法 打出一把把的农具跟菜刀 兄弟俩说能打出好的工具 让大家使用 是他们的最大心愿 也因为这单纯的想法 让兄弟俩一做就学60年 他们甚至还想着 希望将打铁技术传给下一代 再延续下一个60年 铁锤落下的那一瞬间 橘红色的火光炫耀了我们的眼 摄影机记录下这三十分之一秒的画面 这是永恒的灿烂 还是即将消失的绚丽 打铁店的负责人 是一对同母义父的兄弟 大哥林幻梅 从18岁开始 当学徒到现在已经七十好几了 国中毕业以后 我们家庭都变得很苦 很平穷 就是没办法再继续读书下去了 就那时候我大哥 从那个 我那个新某一个街 像铁店那 跟张老师傅协调来自己开 开了以后 我就国中毕业以后 大哥也就是跟他 帮他一起做 以前的工厂没有那么多 一工厂上班几百块 两三百块 以前 我老师傅 来啦来啦 给我学徒了 就学好 我这学徒 他家里住了28年 他狠得师傅的喜爱 学到所有打铁锻造的技巧 不过那却是一段 辛苦的日子 我老师啊 叫我三点几羊 我是三点几羊来 好来来做事啊 四月带给他的是 鲜瘦弯曲的身躯 站在炭火炉前 鼓动着风箱 火红的焦炭 炙热的温度 让人无法忍受 可是他却愿意 用六十年的时间 天天站在炉火前 一次又一次的 淬炼打铁技术 我如果有一个观念 不管做什么行业 一定要认真 你要做给客人的东西啊 要可以用 你不要说东西做出去 做可以交代 那种观念都不可以 不过如果产品不够好 恐怕也没有办法 让消费者掏腰包 所以关于打铁这件事 铁匠兄弟有特别的坚持 用很特别的材料来制作 目前来说 在台湾里面 真正打铁架 用炮烂缸打的 现在可能找不到有几家 这个炮烂壳 是十几年前 湖国战车兵营 在我们演练 打出去 打到目标以后 它都没有挖出来 那本地的百姓 他把炮烂壳 把它挖出来以后 就卖给我们打铁店 敲去切割不完整 所留下锋利的边缘 被裁切成四分之一的炮弹缸 放进炉火中 将起好的炉 用风箱加热到1400度 火红的炮弹缸 用垂床塑形 这是打铁师傅 在锻造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可以去除炮弹缸内的杂质 而这个动作必须要反复进行 直到缸慢慢地成为长条状 这么长度可以打两把菜刀 所以说这个可以打几把 20把以上 一个炮弹缸可以打80把 80支刀100支刀 一把菜刀不是说一定要整支用炮弹缸打的 那是外行人讲的 真正好用的菜刀 要铁要多少 配多少缸下去 这样才会产生一把好的刀子 反复塑形之后 缸材已经具备成为一把好菜刀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师傅又烤红了一块铁 这一块铁得跟钢做结合 于是兄弟俩先将铁片劈开 再将塑形好的炮弹缸夹进铁片里 让铁片紧紧的包覆 这样子打两把菜刀 可以打两把菜刀 这泡弹缸嘛 铁片夹住炮弹缸就像是三明治一样 放进火炉里溶解 高温状况下让金属软化 软化之后的铁就得靠人力加以融合 兄弟俩铁锤落下的那一秒钟 钢和铁融合的瞬间 在气体的挤压下喷发出火花 烧得火红的铁蟹 并且喷溅到摄影机的镜头 也喷到我们的法剂 正当我们因为看到这绚丽的一幕 而惊讶赞叹之际 下一秒却是被刺痛拉回现实 有人形容这种用铁合钢合成的做法 叫做三合钢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而做出来的刀子也最好用 你穿个脚步一看 它有一个有一个要横拔 横拔的 要横拔 跌一点点 这里前面就是钢了 打磨光亮之后 老师傅用错刀刮掉最上层的铁铁 在铁铁下面看得出横切面的炮弹钢 如果将这一把刀开封磨砺了 将会是一把很好用的菜刀 只是这个过程 每个步骤都得一步一步来 完全快不得 早上就是打锄头嘛 然后下午就整个下午就在打电钻 就是整个都是要用到力气 所以现在就是先学那个 来帮忙分担一点力气 大儿子现在是最好的助手 他当兵退伍 在湖口工业园区 找到助理工程师的工作 可是看到父亲跟大伯两个人 天天这么辛苦 考虑再三之后 也决定接下父亲的工作 很多人问我说 以后你阿水要不要接啊 我说我一直强调说 我希望我阿水来接我的工作 所以如果小孩子也有听到我这样子讲 如果还可以学会 又会打那个刀子的话 更好 从一块饼做出一个刀子出来那个形象 我希望他学到这种程度来 如果能够独立完成一把菜刀 这代表年轻的儿子已经具备资格 能够接下这个店 这也是做父亲的一品私心 学会希望开了60多年的打铁店 在自己体力不佳 年纪健长之后无力经营下去 最后只能看着他关门大吉呢 他不想做大哥的也不想 还好两个人的儿子都有意愿来继承家业 从基础学起 也许两位年轻人在父亲经验的加持下 跟时间的磨练下 不久的将来 这家打铁店还可以继续下一个令人期待的60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吴建豪跟妈妈曹淑华 在外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如何春起了台菜老店 让老顾客一回笼 以及牛肉汤达人蔡文章 历经传难之后 如何上岸寻找新的生机 在台南安平卖出口碑 更看到了是打铁兄弟 60年来的坚持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静节台湾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们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